家人们你们好呀 斑斑幼儿园第四章的最新预告又来了 一开始我们看到一只翡翠厂长躺倒在地上 大家都知道翡翠厂长的身份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过这只翡翠厂长为什么会是紫色的呢 也许这个颜色附带有什么隐藏的意义 但是也有可能这个颜色并不代表什么 只是同仁作者的一个选择 我们也可以将它改成其他的颜色 这里补充一下照片上的信息 照片的左边被黑色涂抹掉了 明显左边是有内容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稍微的露出了一点点的音符 在之前的预告当中 残除警长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在享受歌唱的快乐 所以家人们都推测 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残除警长的全家福 散热在桌子上面的文件 是在衬托残除警长的工作 同时还代表着意外的发生 接着镜头向左下移动 显露出椅子上面的帽子 不过这边的帽子跟原版的帽子 有些不太一样 不太确定是不是残除警长的帽子 还有桌子上面的警徽 两个模型都不是官方的模型 但是背景左侧从黑暗中出现的残除警长 胸口带着警徽 却与桌子上面的警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出现两枚警徽的关系 假如官方采用这个设定 接下来的第四招 剧情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最后就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红色邦邦 依然维持着它神秘的形象 别看它贯穿了斑斑又人员整个系列 真说起来 它才是斑斑又人员里面 唯一的吉祥物 毫无用处